《太極樂隊劍琴手堂逸聰》 今月2日在家懷疑因為心臟病發出生 中年57歲 Gary太太早前公告 安食禮拜今日 在灣仔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國際禮拜堂一樓舉行 安食禮拜佈置雅結 儀式在下午2時半開始 並同步進行直播 3時半歌迷頻吊 現場還派發如見望遠鏡樂園到臉賊 裏面有大量樂壇好友讚寫的盜聞 至於扶寧名單包括太極成員鄧建明 雷友輝 劉賢德 聖誕華 朱漢博 及Gary湯姐夫兼太極前經理人鄧祖德 儀式後能夠移到柴灣歌連神國火葬場火化 一種圈中人都有到場致祭 包括皇冠中諸欣夫婦 許智安 張敬軒 鄭忠基 麥嘉瑜 盧巧欣夫婦 蔡一傑 謝天華 林寶儀 姚瑩瑩 鍾舒奇夫婦等等 太極成員在安息禮拜儀式前接受訪問 那麼多人越來越近了 有一點點動作 我跟太太太說了 大家都下圍今天就應該可以收拾心情了 因為儀式湯都想我們繼續向上走 她也會繼續保佑我們 她也會感謝大家對她的愛 對她的思念 所以大家繼續走 大家應該要走個路 應該要更加積極 因為她這一次就是一個很大的看法 告訴大家 人生其實真的可以很遠 是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應該更加把握每一人 更加珍惜每一人 享受你們每一人 珍惜身邊的人 繼續向前走 你們應該要走個路 那Gary 都會繼續在另一個角度 守護著大家 守護著我們太極 Garry 看了他的樣子 都很安詳 他的樣子是非常安詳的 我希望他真的可以在一個很開心的靈活 在一個很舒服的生活 其實他在我們心中 創作的音樂的折磨 所有的東西都留了很多給我們 我希望我們可以繼續一直維持我們的創作 可以一直有他的音樂進行和包容性 沒有什麼補充 我剛才看到Gary 的時候 我心一直在想 我很想他醒來 我真的很想醒來 我很想念他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 聞到新在加拿大的Albert 有沒有託他們說話 Patrick 表示對方的說話 早前已經在電視台播出 會繼續延續Gary 的音樂志願 至於另外問到 Gary 身前的心願 吃東西 其實他都簡單 和很樂觀 我想吃東西可以享受一般滿足他的食慾 音樂是很高要求的 我想這兩方面已經令到他很滿足 說到 Gary 手頭上的工作 Joy 表示 Gary Studio 拍攝的特輯 有人跟進 另外 Gary 原本為麥家瑜做的音樂 大家都會幫忙完成 Patrick 還表示 Gary 原先約他和樂隊 One Promise 合唱 而適後會完成這個任務 至於太極演唱會 聖誕華就表示 Gary 身前已經有 idea 演唱會會繼續做 不過我問到會否加成員 他就這樣說 他可能會小氣 Gary 哥可能會小氣 Gary 哥可能會小氣 其實真的是 留下一個位置給他 不過我們有很多人 幫助我們走的 Gary 的朋友 很多 兄弟 朋友 朋友 很多